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是什么危机呢 那就是多德的危机 各位有没有想过我们有这种危机呢 一般上人说多德是好事 不然 圣经有很悖论性的教我们来思想 当我们多德的时候有没有危机 当我们的十足犯罪之后 他们生出来的第一个儿子 名叫什么呢 叫该隐 该隐的名字呢 就是德的意思 德 那这个该隐呢 他人如其名 他生来 他就需要德 他不愿失去 所以他要得荣誉 那他得不到荣誉的时候呢 他杀了他的弟兄 他继续要得的时候呢 各位 他活在惧怕里面 他离开上帝的面 然后呢 他自己建了一座城 要保护自己 各位 该隐 成为了所有不幸之人的主线 都是要得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我们看我们的生命 各位我们都知道 我们生在罪中的人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要失去的 我们都是为了要得 也为了得而活的 各位 我们得了吗 该隐得了吗 好像得了 得了物质 得了安全 可能得了名誉 名声 但是他得了这一切之后呢 他离开神越来越远 他离开神的恩典 离开神的面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Abraham Lincoln 各位都很清楚知道 我们在美国这个地方居住的 有些人说 Abraham Lincoln 他是美国来说 有些人说 最伟大的一个总统 他讲了一个很著名的话 我相信大家都会知道的 他说几乎每一个人 都能够经过患难 但是如果你要知道 那个人的平行 你给他权利 当他得了权利 他得了地位 他得了钱财 然后你看他 他怎么使用他的权利 他的钱财 各位很多人 你就会看得到 在那个时候 他是谁 从他所做的决定 他怎么使用 他的权利 他的物质 你就会知道 他是谁 这是很有智慧的话 也是在 这么荣耀 这么蒙恩的国土里面 有这么蒙恩的一个总统里面 他领悟的 他宣讲的一句话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时候我们没有深思 有一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活在一种盲点 我牧会有十六年 今年四十二岁 小我许牧师一点点 那么十六年里面 我常常看到有一些现象 就是有些人刚刚来教会的时候 你看到他们可能也刚信主 非常的谦卑 他们也对弟兄姐妹彼此的尊敬 那很好 也很尊敬牧师 有这样的服侍教会 但是很奇妙的 当这样的人 当这样的人 他们在教会里面 他们得了职分 他们得了有一些的位分 他得了众人的有一些尊敬和认可 之后呢 各位从那时候起 你有看到他另外一种面目出来了 从那时候起 他做的很多的决定里面 有按着有一些私心 他做的决定呢 好像是为了 可能他在教会里面的家人 他的服侍里面 是为了体贴自己的方便 自己的见解 自己的益处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一幕 有时候我在跟同工们服侍的时候 我也发现有一些东西 就是有一些同工们 开始有了恩赐之后呢 他们就会看晓旁边的弟兄姐妹 他们献上的服侍 就会批评说 他们做得好或者不好 他们热心不热心 他们忘了他们身上的恩典 他们身上有这样的恩赐 他们有这样的热心 他们有这样的机制 是来自上帝的恩典 亲爱的弟兄姐妹 尤其在我们美国这样的社会里面 有进到教会的人 我们做牧师的人都很有压力 对不对 因为各位 在这样的地方 有当一个一信徒去到社会里面 开始社会的地位举高 然后有社会经历的时候 开始来教会听牧师讲道的时候 觉得牧师的道很逊色 没什么 我在世界听的理念 我懂的道理 我得的经验 好像比他更胜一筹 各位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人性就是这样 我们有罪的人性 就是会很容易陷入这种危机 什么危机呢 因多得了 而反而少有了 我们多得外面的 外面的物质了 外面的名声了 得了外面之后 里面的贫穷了 失去了 各位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发生在我们身上呢 你说好像没有啊 但是各位 因为你没有损失 有时候我们 甚至跟我们最爱的人 生活在一起 如果你好好确认 今天神的话 你就会发现 很多时候 连跟最爱的人在一起 也有这种因多得 而失去的现象 有时候夫妇关系之间 各位有没有发现 有些的丈夫 对自己的妻子很爱护 很体贴 很疼爱她 什么都帮助她 什么都依她 很奇妙的 这个妻子呢 看起来好像越来越幸福 但是越来越幸福 也同时越来越多要求 然后呢 慢慢不坐在她身上的时候呢 有一点不体恤她的时候 你就发现 她的那种很凡俗的性情 很要求的性情 就会出来了 各位有没有发现 我们身上有这种人性 姐妹身上有 弟兄身上也有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圣经所说的 因多得而少有了 各位 我们人很容易看到什么 我们很容易看到 外面的贫穷 物质的贫穷 各位 但是我们人 有一个缺点 就是看不到 心灵的贫穷 我们灵里面的贫穷 是我们主耶稣看得清清楚楚的 所以他上山宝训的 第一句话 他说什么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属于他们 虚心的意思是什么 虚心的意思就是 Poor in spirit 淋漓贫穷的人 淋漓贫穷的人 他虽然可能物质很多 他可能很有名望 很明示 他心里面知道 主啊这些不算了什么 这些是 伊撒拉之间会失去的 但是我灵里面很饥饿 我灵里面需要神的话 我需要你的支入 我需要圣灵来充满我 这是知道 也看得到自己灵里贫穷的人 他是虚心的人 这样的人是有福的 天国是他们的 上帝把国和国里面的荣耀 喜乐丰盛赐给这样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天上的事 怎么能用地上的事来理解呢 有些人说 那么 牧师 那我的丰富好像不太对了 我在这个地上得了很多 怎么办 主耶稣的话都说了 财主要进天国 比骆驼进真眼还难 那怎么办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你身上很多 你不要担心 因为主也说过 凡要得生命的 会失去生命 凡为我 凡要得生命的 会失去生命 凡为我失去生命的 凡要得着生命 阿们 这句话太经典了 各位 凡要得的 得了还要再得的 从那时候起 你这个心态 叫你失去一切 但是凡认识主的恩典 看见他浩大的恩惠 而心有恩感的人 凡认的时候 他愿意舍去一切 为着主的荣耀 主的教会而舍去的 他要得着 得了还要再得 他在众人的面前 要被举高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来看一处经文 刚才我们读了 但是我一般讲到 我很喜欢解释经文 一步一步这样做 所以我们一起 再看那处经文 好吗 我们看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 第十二章 我们都很清楚 这段经文 我相信读过圣经的人 没有一个人会错过 这个经文 因为太经典 也太有体感 我们主耶稣讲得到 一般上 其实你不需要太高的IQ 你都会听得懂 可能十二岁的孩子 你会听得懂 看得懂 其实 但是他讲得到 是很多人不敢讲的 所以真是真理 把人里面 心境里面 最深切隐藏的东西 私欲也好 动机也好 全部显明出来 各位再看十三节 众人中有一个人 对耶稣说 福祉请你吩咐 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 耶稣说 你这个人 谁立我做你们叛事的官 给你们分家业呢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现在我们这句话 让我们好好思想好不好 现在这个人呢 他要叫耶稣做他的审判官 各位如果各位读旧约圣经 《生命记》第一章的时候呢 我们上帝吩咐他的百姓说 你们要在我的民中设立审判官 这个审判官为什么呢 因为民中 民多起来的时候呢 总是有纠纷 总是有不公正的事情 你说你对 我说我对 那怎么办呢 所以一定有审判官 家业啊 地产啊 这些东西 每次有纷争 有时教会也是这样 我的建筑 你的建筑物 我们要分出来 应该要讲很多的 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 各位 人总是因为这些物质的东西 来挣扎 对不对 所以 好 我们上帝是公义的上帝 立审判 但是审判官呢 不是按着你自己的私心来判断 在神的审判里 已经有神的律法 诫命 律律 典章 按着这个原则 然后你们做出公正的审判 不可辩护同人 不可重视有势力的人 总要按着公义行事 这是上帝给他指名 所以审判官的责任是很大的 那上帝为什么立审判官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上帝立审判官 就是因为他是公义的 他在乎公义 现在这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 他在乎公义吗 他说 耶稣 夫子 你叫我的兄长 跟我分家业 其实他要讲的是什么 他要讲的是 夫子 你站在我这里 为我说话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上帝在乎的是公义 但是他在乎的是 你站在我这里 众人站在我这里 夫子站在我这里 为我说话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没有显示出我们丑陋的人性呢 有 很多时候 我们有一些纠纷 不管是在教会里 在公司里 在哪里 其实你发现 你的出发点不是要公义 你的出发点是要人站在你这里 然后为你说话 体恤你的感受 对不对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这里呢 我们公义的主 圣洁的主 他怎么说 他于是对众人说 你们要谨慎之手 免去一切的贪心 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 家道丰富 各位 这是很简单的一句话 但是我要各位 关注的这句话说 你要免去一切的贪心 各位这个贪心这个字呢 原文是 Covetous 不是Greed Covetous 贪恋的意思 其实比较正确的翻译是贪恋 上帝有没有说不可贪恋啊 亲爱的弟兄姐妹 十戒命的第几条说不可贪恋 最后一条 对不对 最后一条 各位贪恋是一个很奇妙的罪来的 你们知道吗 各位贪恋这个罪呢 各位很多的罪呢 我们可以看犯奸淫 杀人这些东西 我们都看得见了 不守安息人 今天谁没有来看得到了 对不对 但是呢 贪恋是在人心灵深处的东西 有些人在贪恋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他在贪恋 贪恋啊 你们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 别人的牛驴 别人的房屋 别人一切所有的东西 你的心灵里面的一种恋慕 贪恋 envy 各位贪恋的东西呢 是这样的 贪恋的东西呢 不是我 现在有一个举动 把你的钱拿到我这边 把你的物质吞下去 但是我心里面 一直有一种贪恋 哎呀 不是我没有 但是看到你有的时候呢 我心里不舒服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好像 我也有房子 你有房子 以前我住了我的房子 是很开心 但是去了我的弟兄姐妹的房子 看到他的房子更大的时候 我心里面就觉得我的房子很小了 各位 你明白吗 这个叫谈恋了 我们里面都有孩子 我为你开心 你为我开心 对不对 但是有一天 你的孩子读书 比我的孩子读书好的时候 我心里面就有点不舒服了 但是如果我的孩子读书不好 你的孩子也读书不好 大家都欢喜快乐 对不对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但是呢 好像你的条件开始比我好了 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 他们是单身的 单身跟单身的人 有情都很好的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但是后来单身的人有人结婚了 找到如意郎君了 单身的人就开始跟要结婚的人 好像就有一个隔膜了 奇妙的对不对 这些都是从哪里出来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从人里面的贪恋出来的 各位有没有发现 所以一切的罪来的 就实际没有一个人不犯这个罪的 你们知道吗 都是贪恋的东西 你们要免去一切的贪恋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物质是一个象征 是一个象征 那讲了这个真理之后呢 我们主耶稣很生动的 他就讲道 我们主耶稣是最好的讲道者 他很生动的 他就讲了一个比喻 就用比喻 对他们说 有一个财族 田产丰盛 自己心里想说 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 怎么办呢 欧佑说我要怎么办 我要把我的仓库 仓房拆了 盖更大的 然后在那里 好藏我一切的粮食 和财物 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 很奇妙 我的灵魂 他对自己的灵魂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对你的灵魂说什么 你之后 你就会做什么 你对你的灵魂说的话 就是你整个人 你整个的信念 所以各位 你对你的心 你的灵魂说的话 很重要 这个人呢 对灵魂说话 各位 你的灵魂是短暂的 还是永恒的 永恒的 但是你看他 对他说什么 他说灵魂啊 你有许多财物 积存 可做多年的费用 只管安安意的 吃喝快乐吧 各位 他真是无知了 对不对 你给灵魂吃物质嘛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人要吃食物 你不可以给他吃钞票 对不对 如果我们讲肉身来讲 那灵魂需要什么 灵魂需要永生之道 灵魂需要永生 神永远的同在 也现在的同在 灵魂需要这个东西 灵魂之道 灵魂是永恒的 所以他需要 不是今天开心 你旅行就今天开心 很开心 但是你开心完之后 你说明天还没有得开心 明天开心 然后后天还没有开心 对不对 所以人的灵魂 是不能用物质的东西 一直满足 他必须要更多 更好 更美 更喜乐的 那是只有在上帝里面 能够得到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但是没有多年的费用 安安意 神对他说 无知的人啊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所以我们来思想这个经文 弟兄姐妹 这里开始十六节说一句话 有一个财族 田产丰盛 这个原文不是这样写的 原文是 其实英文比较靠近 The ground of a certain rich man produced a good crop 其实应该这样翻译 地 地 给这个人 有丰盛的出产 应该这样讲 The ground 那个重点 the subject 是在 ground 那个地 为他出产 丰盛的 各位了解吗 为什么要强调 The ground 地 各位 你一想到地的时候 你就会想到什么 使主犯罪之后 讲什么 上帝说 地要因你的缘故 受咒诅了 所以因为地 因人的犯罪 受咒诅的时候 人汗流满面 才能糊口 所以各位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们移民到这个地方 有没有汗流满面 有些人做两份工 有些人做三份工 从早做到晚 汗流满面 汗流满面 很辛苦的这样 才能糊口 各位 真的 多数的人都这样 有些人是活在压力里面 好不容易赚了钱 才买一个小房子 买车子 这个光 但是 现在这个人 帝给他出产丰盛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神的恩典 所以有一些人身上 不用一天做两三份工作 有些人的生活就是 投资什么就赚什么 买什么东西 股票就上 还是什么 然后遇到很好的老板 生活很轻松 很轻松的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对不对 各位 这是什么 各位 这是神的恩典 原来神的恩典 临到你 你也有罪 你活在这个世界 也有罪 也有苦难 但是就是神的恩典 临到你 所以各位亲爱的兄弟兄姐妹 如果你的生活是这样好 这么顺利 这么成功 这么兴盛的话 你应该怎样 你应该要感恩 对不对 你应该要感恩 我们罗马书一章说什么 人的罪 人的罪根里面有两大东西 对不对 第一是 他不荣耀神 然后第二也 不感谢神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罗马书 不荣耀神 也不感谢神 所以 他在这个地上活着的时候 慢慢他就拜偶像了 他慢慢把这个地上的 有形有体的东西 当做上帝来拜 然后慢慢 顺性变成利性 很多的性情 连性欲的性情也改变了 同性这些东西 全部来 各位了解吗 但是是从哪里来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从他不荣耀神 然后有了什么也不感谢神 对不对 所以他不感谢神的举动 在哪里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下面 哇 这么多啊 这么多来的时候呢 然后他就开始想 应该要做什么 他就开始想说 拆掉这个仓房 改更大的 然后集存在里面 很多很多的东西 很多很多我的田产 都放在里面 各位 当一个人 蒙受了神这么大的恩典 他不感谢神 他也没有想说 这么多 我应该怎么祝福人 我应该怎么祝福教委 我应该怎么祝福主的圣工 国度的事 把财宝积占在天上 用这个不义的钱财 来得地上的朋友 对 把这个世人看重的东西 看轻 用来祝福人 哎呀 很容易会 他也没有想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 想必可能这个比喻呢 真的是旧约里面 是不是有一个人这样发生 有这样的事情 我不知道 但是各位 如果我们读旧约圣经的话 上帝说 我的百姓 如果你们得到 怎样的产业 你们呢 第一个要做的是什么 你们要把出售的果子 带到主的圣殿 那就是你们当纳的十分之一 阿们 为什么这个这样小声 每次讲这个小声 当纳的十分之一 在马拉基书最后一本书 上帝讲了之后不再讲了 他说你们 你们抢夺我的财物 我们哪里有抢夺你的财物啊 上帝谁能抢夺你的财物 你们没有把当纳的十分之一 带到我的圣殿 你们带来啊 你们看我怎么 打开天上的窗户 倾倒于你们 但是你们偷取我的钱 你们抢夺我的财物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些人每次讲到这个十分之一的时候 弟兄姐妹开始压力 这十分之一啊 我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 不是很多 有几位有时候听过 这个十分之一呢 这个是旧约的律法 上帝没有讲 这是旧约 旧的约 我们现在在新约 更美之约 对不对 阿们不阿们 我们是不是更美之约 是 我们是更美之约 那是旧约的律法 但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 有没有问过 如果连旧的约 都十分之一 那你们更美之约 是十分之几啊 各位有没有问过这句话 法利善人所做的 你们都要做 但是当然 不要只有做那个形式 加上公义 慈爱 怜悯 对不对 这一些 对不对 那有各位 我公义 慈爱 怜悯 我常常请弟兄姐妹吃饭 但是主的家怎样 不管 我常常有这样做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问你的良心 你真的读圣经的人吗 你这样解释吗 你的强调点是这样 我不认为是 圣经这么说 有些人说 牧师啊 生活很紧张 在美国这个社会 你们知道吗 全世界 全世界 上面的 百分之一 你们的生活水准 就是在这个地方 怎么可能 生活很紧张 我们不是活在非洲 全世界 有一半的人 有一半的人 现在有七十亿人口 对不对 一半的人 是一天 只有两块半美金生活 一天 你们这里哪一个人 一天只花两块半 如果有的话 感谢 你是 中了一半之下的 但是我们都知道 我们不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那是因为我们有了还要多药 总是不够 然后房子越来越大 车子越来越大 药的越来越多 所以你就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工作 放在要career advancement 上帝没有反对这些东西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advancement 成功 这个地上不是你求的 圣经里面没有一个伟人 丹尼利也好 约瑟也好 他们定了目标 我要向上爬 然后爬到那个地方 做了CEO 做了总理 然后我荣耀神 没有一个人 是这样向神祷告的 他们都是被放在一个情况 无可奈何 但是依靠主 然后神把他们举起来的 没有一个人定了目标 然后跟上帝说 我到那个目标之后 我就荣耀你 从来没有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没有发现 所以 我们会知道 各位这当那的十分之一 是我们众圣徒都要做的 这是我们信心的一个表现来的 这是我们信心的一个表现 这是minimum 你们这里哪一个人有杀人的 神之后不可杀人 不可杀人是minimum 最低底线的 但是神说 当那十分之一 每次我讲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顺便 我顺便 这个不是许牧师叫我讲的 我今天祷告的时候 我心里面就很奇妙的 这个东西 我跟我弟兄姐妹说 你们当中哪一个人 省下十分之一呢 能够买一栋房子 没有 但是你们哪一个人 奉献了十分之一 你们成为homeless 然后没有家住 也没有 但是这个十分之一拿出来的就是心痛 很奇妙的 对不对 刚好上帝就定了那个数目 上帝没有告诉我 为什么是十分之一 为什么不是十分之二 为什么是二十分之一 就是那个数目呢 刚好会吃到你 但是你要省下来 也不能买大房大车 很奇妙对不对 所以那就是献给主的 把你全部的生命给主的 神其实不需要那个钱 但是神要我们的心 就是这个 但是这个人 愚昧的财主 圣经说无知的财主 他没有这个知觉 可能如果他今天坐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会说 我要给谁就给谁 我要怎样用就怎样用 不但是钱财的东西 也包括恩赐的东西 也包括时间的东西 我的时间要怎样用就怎样用 我要给教会多少时间 就多少时间 那他继续这样的 合理化的时候 他的良心就麻木了 麻木的时候就没有感觉了 每次听到神的话 这种道我是关起来 我的耳朵关起来 我的心弯 我已经做了 主教我做的 但是其实很多的亏欠 直到有一天 上帝说 我今天晚上 要你的灵魂 你所积攒的 要归给谁呢 可能那个人会说 神啊 你今晚要我的灵魂了 好啊好 我现在把我银行里面的全部给你 我的房子全部给你 我的车子 我的物质 全部奉献给教会 上帝会说 我现在不要你的钱了 我要你的灵魂 各位了解我这样的吗 这是真真实实的东西来的 全世界不但不能买一个人的生命 连买他一个小时的寿命都不能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圣经说 他是一个无知的财主 The rich fool 各位 做财主有没有罪 没有罪 我们都知道 亚伯拉罕是财主 所罗门不用讲了 对不对 所罗门他 他在位的时候呢 以色列全部有钱到都是用金器跟银器 喝什么东西也是用金银的杯来喝的 有钱到这个地步你们知道吗 不用讲 你做财主 你做有恩赐有地位的人 没有做 但是不要做无知的人 这里讲的无知是full full 不是ignorant 不是无知 头脑什么都不懂 然后只有小学毕业 不是 这里讲的无知更好的方言是愚昧 对不对 愚昧full 所以愚昧人跟智慧人的相比是什么 就是一直在这个真言书里面出现 对不对 愚昧人拒绝训悔 智慧人就是敬畏神 有没有 所以圣经讲full 讲愚昧的意思 不是学术的低落 乃是讲什么 乃是道德上的刚硬 你们明白吗 道德上的刚硬 一种刚硬 心里可能头脑是有很聪明 博士学位 硕士学位 但是心里面听到神的道德是不能谦卑的 有自己的刚硬 自己的想法 所以他是无知的财主 但是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有智慧的财主 阿们 这个没有人讲啊 各位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如果我听的话 这不太对了 那只有听到审判的信息 但是主有丰盛的恩典和怜悯 他赐下更多的恩典 阿们 阿们 所以你们要降悲 主必把你们升高 阿们 有钱的人 有地位的人 有条件的人 降悲 神把你升高 那怎么降悲啊 如果我们用今天的经文来讲 怎么降悲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经文一直讲的是什么 这个人的无知是他对自己的灵魂说错的话 所以今天呢 各位我现在不是叫各位把你的家卖掉 然后财产奉献来给教会 然后住在教会 我现在不是讲这个东西 我现在要强调 上帝是用一个例子 外在的行为来讲内心的东西 讲回去还是灵魂里面的东西 所以现在这个人的问题是什么 他对自己的灵魂讲错的话 我们蒙恩之后 我们要懂得像自己的灵魂讲对的话 所以各位跟自己的灵魂说什么 亲爱的弟兄姐妹 跟自己的灵魂说 灵魂啊 你有再多又怎样 物质再丰富又怎样 人多看中我又怎样 人不看中我也没怎样 对不对 最重要是什么 最重要 灵魂啊 你怎么遵行主的旨意 活在神的面前 常常向人施怜悯行公义 各位 我每一次跟我自己说 将来我见主的时候呢 主不会问我 请问你的教会多少人啊 上帝绝对不会问这句话 上帝也不会 你的道讲得多好 来 良善的仆人 忠心的仆人 来跟我享受 不会 你的道 你的恩赐 这些都是神的恩典给 对不对 你所做的 你带领的这么多人 都是上帝恩典给你的 上帝会问的是 但是在这一切里面 你遵照我的意思行吗 你爱我 以爱我的心 来听从我的话吗 那个是只有你的心 跟上帝懂 因为你是站在台上的人 你是常常在弟兄弟们面前 他们看不到你的内心 可能你的内心里面有贪恋的时候 你怎么挣扎 然后把这个贪恋交给主 求主怜悯你 可能你里面有骄傲 你发现之后 你降悲 你有没有这样 上帝看的是这个东西 然后你的同工里面 有需要 有软弱 有需要帮助的时候 你又没有帮助他们 还是对他们有自私的心 或者看晓的心 你跟你的众弟兄姐妹在一起 有很多族的群羊 他们是瘦弱的 软弱的 你怎么把他们 从他们的软弱里面拯救出来 怎么担当他们的软弱 这是只有你知道跟神知道 这是可能没有人知道 神知道你知道 这个东西 你在主面前做的 主看到的 主赏赐你的 赏赐你的那位上帝的 那个声音 你常常听到吗 这是只有你跟主之间的 所以我的灵魂 我的灵魂 要怎么活在神的面前 爱神 遵照祂的旨意 秉公行义 那个 因为这个东西 是上帝看着我的东西 所以其实整个的信仰 各位 在十六世纪改革中 他们经历了这个信仰改革的时候 为什么要从天主教出来 全世界都在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马丁路德这群人 要从天主教这个地方出来 所以马丁路德跟改革家全部想说 我们要用一个字来向全世界的人 向他们说 我们纯正的基督信仰 用一句话来讲 到底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 那马丁路德就讲 Curam Deo 拉丁文 Curam Deo 这句话就是什么 to live in the presence of God 活在神的面前 各位 整个的信仰 一句话就是 你活在神的面前 我们是现在都是在人群中活着的人 对不对 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是 这个生命是只有上帝认识 然后还有我也认识 这个生命是活在神的面前 为主而做 因主而做 然后荣耀归于主 为主做 从主的 活在神的面前 to live in the presence of God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跟你的灵魂说 有了这些又怎样 重要的是 我有没有得着神的丧子 我有没有活在神的面前 然后呢 讲了这个东西 常常跟自己的灵魂这样讲 你越富裕 更是要跟灵魂这样讲 你越有地位 跟灵魂这样讲 常跟他们这样讲 这个灵魂就是你的心 你这样讲的时候 然后后来你就会发现 两个举动会出来 你的心里面呢 就有感恩的举动出来 很奇妙的一种恩感 你得到了很多很多地上的物质 名誉 各方面的好处 很奇妙的 你不把这个当作是自己的 我只是管家 为主而用 那 所以感恩的心就出来了 所以这样的人呢 不应他有的而跌倒 不应他拥有了而少有 反而继续多有 有吗 那第一是感恩的心出来了 第二是什么 第二就是 从那时候起呢 你会实际的 好好地应用 主给你的物质 主给你的恩赐 主给你的富裕 你全部会用的好 用 我家里有三个孩子 你们知道三个孩子呢 一年一个 十三 十四 十五岁 带领他们很难的 尤其养育他们 品格方面也是 学习方面也是 都要独处 孩子呢 有些父母说 我的孩子不用独处的 很好啊 放在那边 他说你要感恩啊 孩子呢 十个里面 九个是要独处的 阿们吗 你没有独处他的孩子啊 他怎么得到价值啊 所以呢 就独处推动他一下 他懒惰的时候呢 还是怎样 那师母在这家照顾他们 然后也 他们学习也独处他们 即便是这样 已经很难了 因为一年一个 我们新加坡 每次有国家考试啊 这些东西 辛苦 那么但是呢 我每次看 他打开眼睛 看教会里面 其他的孩子 还有比我的孩子 更逊色的 他们家庭里面 父母没有管他们 就是这样 放着他们 然后学习也不好 各方面 所以有一天 我跟师母说 即便我们养育 这三个已经没有时间了 但是有一些 可能英文太差的 或者中文太差的 还是什么 到我们的家 或者父母没有管他们的 就是这样 就是考卷也是交白卷 这样上去的孩子也有 那就是好像 几乎像孤儿 父母都离婚 都什么都不管 我说这样的孩子 带到我们的家 每个礼拜 教导他们 起码给他们一些价值 为什么要读书 读书跟荣耀神 被神使用的 那个关系是什么 跟他们说 然后叫他们下苦工 不要让自己的懒性形成 那个东西 我们也这样做的 然后呢 我们这样做 这样做之后呢 后来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算数不好 那算数呢 你们都知道 新加坡算数水准很高 那个东西 那这样做 后来 我教会有一个 补习老师 那很奇妙的 我就说 你能不能教我的孩子算数 当然可以啊 怕不得能够教 这牧师等你来问我 以前每次要教 你都不让我教 你每次叫我去教别的孩子 那现在你的孩子真有需要了 那来教一下 所以一分钱都不要跟我说 那个东西 然后 所以呢 这个文化就形成了 你多有的 你给 然后多有的 我现在不是讲钱的东西而已 因为人的需要真的是很多 很多 在一个教会里面 五十个人一百个人 很多的需要 对不对 其实就是教会小的时候 大家更是认识彼此 也彼此的难处 那有求于人的 那神怎么说 人叫你走一里路 你给他走两里路 有这种文化 天国的文化建立起来 那这教会真荣耀的教会 那有一些弟兄姐妹 最后说 那牧师 我什么都没有 我真的什么都没有 恩赐也没有 钱也没有 什么都没有 我在中国被逼迫 然后逃到这个地方 然后就坐在这里 我真的什么都没有 OK 你什么都没有 起码一样东西你有 你有时间 有没有 你有时间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有时间呢 请你 能够来到这个地方 你先感恩 有很多比你更糟的人 在中国里面 还是不能出来 在这样的国情里面 受压 受趋 你能够来到这里 感恩 明白这个恩典之后 然后呢 你不要 拿两份三份工作 天天这样 加二班 加三班 千万不要这样做 既然是恩典 你来到这个地方 你做工 够吃就好 然后把时间分辨出来 来到教会 服侍众人 服侍教会 这样做 以主日为中心 我教会有一个弟兄 他在澳大利亚 读药剂师 回来做药剂师的时候 新加坡药剂师太多了 所以他没有工作 我跟他说 你不用担心 不用去看报纸 什么现在药剂师找不到工作 你只有一样东西 以主日为中心 你要做药剂师呢 那你说 主啊 让我有时间参加聚会 我这样跟他讲 不是很难啊 我们做药剂师要在医院 哪里 一大堆话 这些东西 我知道 这些东西 我不是不贴实际的 我会明白 但是你先这样祷告 很正直的先这样祷告 你愿意要跟肢体在一起 不是天天这样上班下班这样 然后呢 灵魂都失去了 好像这样的光景里面 这样做的时候呢 我前两天收到他的信 他说 现在有三份工作 我要一份工 现在有三份工 那个东西 因为后来他爸爸患病了之后 他就整天照顾他的父亲 然后这样 然后好像前景更迷茫 但是三份工 那牧师现在没有工也是头痛 有三份工也是头痛 到底要选哪一份 还是一样的原则 三份工呢 哪一个是你能够来聚会来做 那很容易 第一份 有一份是这样的 另外两份 那就很简单啊 对不对 但是另外两份呢 给我很好的经历 能够在医院 能够做 他就讲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说 好的经历 几十都有 但是就在你现在要做出一个选择的时候呢 你先选主 你选了上帝 因为工作不是铁定的 你做了这份工 以后 上帝又为你开另一个门 另一个门 另一个门 你会遇到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个老板 你有新的经历 会有的 你不要跟世人看的一样 你先选择 先求神的国神的义 这一切都要加给你 阿们 就是这么简单了 各位信仰容易不容易 其实呢 不需要IQ很高 需要的是什么 正直清洁的心 阿们 不要因多得而少用 那要什么 先求里面的丰盛 为主耶稣来 给我们里面的丰盛 那外面的 再加给你 在他丰盛的恩惠里面 你没有缺乏 反而会丰富的 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 今天把主的道交灌 使我们 从你的道 真遇见你 也听见你 主可能我们的信仰 已经冷淡了很久 或者我们有 合理化的地方 主我们知道 你也知道 但是感谢主 主有丰盛的恩惠与怜悯 不叫我们承受我们应得的后果 反而施下更多的恩典 所以求主使我们谦卑 尤其是当我们听到主的道之后 我们知道主的道是恩典 你在向我们施恩 所以你不放任我们 你一直更新我们 纠正我们 也训练我们 也教导我们血液 感谢主 我愿你的道 临到我们众人的心 也让你的话语 带给我们恩与堂 有另外一个新的突破 新的复兴 让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 一起爱主 服侍主 活在主的面前 做诚实无过的人 在这末后的时代 歪曲的时代 将生命的道 表现出来 使众人看到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心境 我们的行为 把荣耀归给主 感谢主 一切的荣耀归给主 奉主耶稣基督 得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剂